他就當議長就好了 搞不清楚他自己大頭證要跳出來選縣長 你要想想你自己過去啊 常常熱是熱 那只是表面的熱 在真正要投票那一張啊 你投得下去嗎 以後你的小孩的縣長獎是他頒給你 投分是最好的啊 一位投分的市長 我接政長的時候 我接政長負債六千多萬啊 兩任完了我 還完債務 我結一三億多 苗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不能讓這些派系把持 所以我說有三個告別 要告別財政的 財政的黑洞 要告別黑進政治 要告別派進政治 下班的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 民進黨的苗栗現場參選人 徐定貞 徐哥 是 晚安好 大家好 今天這個徐定貞這個現場 參選人來到我們現場 我是第一次遇到徐哥啦 是 那這個徐哥是1961年的1月3號出生 我剛剛還特別問了 因為他跟我生日差一天 我1月2號 徐哥講說 是晚報戶口 晚報戶口 所以你不是摩羯座 射手 你是射手座 摩羯像我這種是舉行的 射手就是大殺四方 所以我們談什麼話題 就好好的來跟大家聊一聊 那這個徐哥你是不是 先跟大家就是 看我們節目的網友 我相信你在苗栗 因為你是 頭份政長 頭份市長 也選了2018的縣長 跟2020的立委 沒有錯嘛 我這個 這個資料是對的 所以你在苗栗 不會有人不認識你 可是我們現在看節目的網友 可能 台灣各縣市 甚至是海外的 你先跟我們的網友介紹一下你自己 徐定真 我是徐定真 我前頭份市長 目前的職務是行政院政務顧問 也是這一次 2022的苗栗縣長的 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 那你是在苗栗土生土長的嗎 我聽你的口名 你是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 我就出生在頭份 那也長在頭份 除了新竹中學念書的時候 跟東吳大學 還有當兵在金門 你是在新竹中學喔 對 我新竹中學畢業 那苗栗可以到新竹中學念書算是 成績很好 新竹中學那時候還是桃竹苗第一志願 對啊 桃竹苗第一志願 所以你算是在頭份成績很好 才去念新竹中學 應該這麼說 是啦 頭份出生 頭份政長 頭份市長 對 頭份我的了解如果不錯的話 是苗栗現在目前票最多的地方對不對 頭份 那頭份是你的口 人口數最多 人口數最多嘛 所以頭份是你的本命區的話 那個對你群姐來講應該很有幫助 還要奴隸 還要奴隸 好 那 票還沒開出來都不曉得 因為苗栗 我跑政治新聞 苗栗是大家比較少討論的一塊 那理由是什麼 就是說苗栗好像永遠就是 武黨或者是說國民黨當選 那您這次是代表民進黨嘛 對 那民進黨過去從未在苗栗贏過 沒有錯 這沒有錯啦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苗栗就沒什麼好討論的 只要掛民進黨就不會贏啦 過去曾經有這樣 不過等一下我會用一些微妙的數字 從20142018得票發現說 好像不是這樣喔 那那個變化正在發生 哪一天可能就轉變了 民進黨在苗栗正選贏了 就我們大家來看看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們看到蔡總統有去幫您站台 是 那他也說了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苗栗過去是不是都沒有執政過 可是總統認為呢 這一次是最有機會勝選的一次 那您也這樣想想嗎 沒有錯 這一次是72年來最有機會的一次 當然 客觀來看就是說 因為藍營分裂嘛 但是我個人 這樣走基層的結果 我自己主觀上認為是民心思辨 倒不光只是 藍營分裂這個問題 所以我自己給自己定目標是15萬票 你定下的目標是15萬票 對 15萬票算是很高的高標 等於是 那你也覺得15萬票就會贏是不是 15萬票一定贏 我看目前這個局 大概12 3萬票就贏了 但是你的目標是15萬票 我目標是15萬票 我們可以下個標了 徐定征目標15萬票 勝選苗栗現場 對不對 好那總統幫您站台 那還有這個 賴副總統也幫您站台 我看真的就是 民進黨也 很少這麼積極的 就是希望 大費壓盡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真的想要把苗栗贏回來就對了 對 對 一定要翻盤一次 好 那我們知道苗栗過往 15萬票在這邊真的 你曾經有講過15萬票 那這個15萬票 基本上我們要從開票的地方來看 我直接先進到這邊好了 你竟然講到15萬票 來 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 2014年的時候 那一次是吳一貞委員出來選 我還有記得 他也選的就是辛苦 他很努力去走 可是我就 所以我的印象中覺得說 苗栗行民進黨很難自然的開來 那大家要記得 這兩個這樣一對比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2014年記得嗎 是連台北市國民黨都第一次輸掉了 那不是撒卡都喔 只是這個 柯文哲跟連勝文輸了嘛 怎麼會這樣 太陽花 2014年學生就說 我們不喜歡國民黨 對不對 所以是對國民黨大逆風的時候 國民黨的徐耀昌呢 尚且拿到14萬7 那民進黨的吳一貞 我想2014 那是8年前 拿8萬9 不到10萬 小英2020的話 小英是14萬7 得票率45% 你講到這個 我這邊有資料 你說2020年選總統的時候 在這裡 我放大一點 14萬7 得票率45% 那你這次目標15萬 你還比在這種多達3000票 那很難啊 有機會啊 我有信心啊 就是你的目標是這個嘛 就是因為我們這樣走的結果 不光只是藍營分裂 我有機會 而是民心事變 苗栗相信已經受夠了啦 這次徐定真參選苗栗 現場現場 剛剛他也跟大家講 開出15萬票的目標 那要達成這個目標 第一個你票要多 而且不能被分掉 那以民調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目前 徐定真這個參選人 在中廣蓋勒的這個民調當中 是15.44 比上中東錢的15.11 這個是 你是領先的 但是呢 我必須說 就只有這個領先 其他的包含了林傳媒 中東景33.57 徐定真25.06 然後呢 中華亞太基金會 徐定真是20.7 那中東景21.8 其實沒有差很多啦 可是你就是兩個人咬在那邊 然後那個中東景都比你高一點點這樣子 你看各項民調 連三立 三立應該算是 也算對民進黨算比較友善 對 他做出來其實你是輸 中東景輸了大概7% 7個百分比 那當然這個時間是10月8號 現在都已經到10月20號了 已經過了一兩個禮拜 可能都還在浮動當中 從這些民調看起來 簡單講就是 還有一個我要講就是 這個宋國鼎啦 他是時代力量的參選人 我們也不能忽視他 他從各項民調看得出來 他都有10%以上 上下的一個制度 那我就這樣問這個徐坤 那因為他是時代力量的參選人 他吸的是年輕票比較多對不對 我這樣子講沒有錯嘛 沒錯 那如果他沒有這個候選人在的話 或許這年輕票 他可能會支持民進黨候選人就是你 可是他現在等於 民進黨原本可以吃期望的 就你剛剛講小運總統的14萬多嘛 這些人他如果跑去投票宋國鼎的話 你也就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基本盤 我這麼講啦 就從民調來看 我分剛才說前段班我跟總統錦嘛 後段班就是 謝福沃跟宋國鼎嘛 另外一個就是魏表泰的 魏表泰的比例還非常高 對 魏表泰的比例非常高 選不出人選都大概3成5左右 那他們是怎樣 他們是我才不跟你說呢 還是怎樣 會不會就不投票 這個跟民主性有關係 客家人都是比較內斂比較保守 當然因素很多啦 甚至也許有一些壓力也說不定啦 這個我們 就不評論啦 那我的看法就是 沒錯 宋國鼎的票會拉到我的年輕票 但是 苗栗畢竟不是 都會化那麼高的 還是屬於 傳統的縣市 他幾乎沒有在跑行程 紅白鐵沒有在跑 紅白鐵說 也許要送個花啊 送個什麼電影啊 什麼禮金什麼的 那也許不跑也就算了 連不用 花錢的這些活動 他也沒在跑啊 一些社區辦活動 你也沒看到他在跑 所以他幾乎 空軍陸軍頂多就是空軍陸軍各佔一半啦 你拿那個50%的空軍 這50%還不是你全拿喔 所以我這時候我就斷言說 宋國軍不會當選 再來他組織也不夠啊 18鄉鎮呢 他只是當議員 第一屆議員 只有三個鄉鎮 的議員 縣長是18鄉鎮 六倍大那麼大的選區呢 我甚至可以說他很多鄉鎮可能還 還沒走進去 不要說那個你起碼 你 人就算不熟你總是地要熟嘛 你要當現場的人 我是18鄉鎮 RUN了 18鄉鎮RUN兩次 10鄉鎮RUN了三次 我等於是每一個鄉 每一個村里 我都有去過 我猜他可能還沒走過去 那我不要說人 這個村長是誰 這個主席是誰 代表是誰 更陌生 所以你根本沒有陸軍的票 你光靠昆軍 昆軍又不是你全拿 所以我斷言他 不可能當選 所以我也講啊 今年是最有機會的一年 如果 我們兩個加起來票 能夠勝選而未勝 而落選 雙雙落選 那我們兩個都是罪人 那可能你的罪會比我重 那可是現在都已經 登記下去了 你的論述我理解 那怎麼辦呢 你是希望他的支持者 其實我之前我就很善意跟他溝通 看看兩個人是不是來比民調 有個什麼遊戲規則嘛 你勝出我支持你嘛 我勝出你支持 你有跟他談過是不是 他不跟我談 你想跟他談就對了是不是 對我想說 畢竟因為在昆議室 我懂徐哥我打個岔 你意思是說 你覺得苗栗需要改變了 對 那如果你的票跟宋國庭的票加起來 加上蔡總統 2020年拿到14萬多 會贏 苗栗能變天的 一定會變天 但是 如果你們兩個都出來選的話 票就分散了 對 所以你本來是希望跟他談就是說 如果你民調比他低 你支持他都可以 的意思是對的 但是因為拒絕嘛 沒有談 所以現在變成是兩個人在分票來 確實你們兩個加起來 是超過中央選啊 我也講白的啊 他不跟我談 我也反應到中央去 是不是中央 你們去談 因為我是很平常心的 我可選可不選啊 甚至在 已經很接近要提名的時候 我都還說如果中央有更好的人選下來選 我來服選 我已經六十來歲啦 我還是回去做幾年我可以 過自己的日子啊留點時間給自己啊 選舉是很辛苦的事情 是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就是其實 徐哥也提到了 藍營有藍營的問題因為藍營有兩組 謝扶宏 提了謝扶宏 可是謝扶宏是比較低的 那綠營不一樣喔 民進黨提的是徐定正 徐定正是比較高的喔 是 那國民黨提的是謝扶宏 謝扶宏現在看起來 不過也跟中央錦他是議長有關啦 議長他自己當然有很多資源 不過中央錦我是這麼看啦 他大概就天花板了 開高走低了啦 慢慢要走低 你們也看這幾天了 就是開始 不只是我們立院黨團在打 包括國民黨的 提兵的謝扶宏也在打啦 對對對 也開始在打啦 你昨天有開個記者會講他的那個 這個是立院黨團請我上來一起開記者會 那所以你講也沒錯就是 民進黨在攻擊中央錦 就是針對他的黑跟金的部分 國民黨也在打 所以你覺得中央錦會往下走 當然 那所以你覺得 我這樣直接去問 你覺得你這次有機會勝選 那當然 我會勝選 會勝選 對 甚至到最後我也得操作氣保啊 藍軍要操作氣保 我綠軍一樣 其實時代力量慢慢也變質啦 也不完全是綠軍的 我的感覺 對 好那所以一票就來看 小綠了 來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我剛剛所講的 聽到這邊大家就懂了 今年的苗栗 特別 情勢複雜 但是呢 就是那一股 就是民進黨已經不是以前的民進黨了 那剛剛這個 徐哥給大家講到 2020年總統大選 蔡總統他當然他票多啦 所以我說這難嘛 因為 810是7萬票 過去也沒有總統開那麼高票 所以即使是 民進黨我說過去的苗栗 並沒有那麼強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有沒有 總統大選的時候也開到了14萬7 不過你看 總統大選的時候 韓國瑜也確實不弱 16萬4 好那 這次16萬4他現在有兩組在分嘛 那同樣的14萬7 就不知道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各分多少 這就是這次目前詭證的地方 可是從2014跟2018可以看得出來 2014民進黨順風的時候 當時只有8萬多 那到了2018已經開到11萬多 然後到了2020已經開到14萬多 簡單講 各位網友你要看得懂 民進黨或是說非國民黨的那個 投票意向在苗栗他是往上走的 就越來越多人在苗栗 不一定要投給這個國民黨的 昨天總統錦這個也是參選人 他也來我們節目 他就坐在你現在這個位置 他是直接一口就是說 反正苗栗就是六成藍營 那你認同這個數字嗎 本來更糟 本來大概73 本來是73 他現在能夠認同到六成藍營 他就是四成是濾營的 然後加上個人的條件 那我相信這次我會贏 原因就是這樣子 好 OK 就是這一次選舉當中 就是徐定征在參選過程當中 所看到的這個整個變化 而且開出15萬票的這個 這個怎麼講 目標 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你如果選上了 然後開到15萬票 再回來讓我再訪問你一次 真厲害 好不好 好 那在這個選舉當中 您剛一直講就是宋國鼎重點 你還是希望他資者可以投給你 對不對 那當然 好 那他就是你也說 就是全部打網路空戰嘛 對 那你這一塊呢 你自己的網路空戰 其實 應該這麼說啦 稍微黨部幫你弄嗎 還是 網路部分 目前還是有專業的來協助 有專業的來協助 你是你平常會上網嗎 比較少啦 比較少啦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 看個手機看個10分鐘 眼睛就很疲勞啦 就累啦 徐哥你現在是 你今年是61歲了 61了 如果虛歲的話 62再歲了 對啊 好 OK 好 那為什麼講到這一塊 我當作買了一個梗嘛 因為我們製作人去幫我調查 鄉野調查一下 發現說你在網路上面或許 沒有什麼號召 可是你的女兒在網路上面是個網紅啊 對啊 這是你的女兒 畫面左手邊這一位 是 你女兒長得很漂亮 這是你兒子 那我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候 這個帥兒子也在現場 對 揮個手 好 然後接下來這幾張照片 看得出來 你女兒在IG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follow 大家喜歡看她的照片 就右邊這位嘛 是 然後也有拍很多漂亮的照片 我一張一張開出來 你有看過這些照片嗎 就是前陣子剛剛看到啦 之前她都把我們兩個封鎖 把我們兩個夫妻封鎖 蛤 就你本來是看不到是不是 我也不太看啦 她也把我們封鎖 我聽我大家說都把我們封鎖 女的長得很漂亮啊 對不對 她原來也在桃園機場地勤上班嘛 那疫情 剛好疫情前吧 她就朋友說 就介紹到台北 慢慢的就是說接案子 接一些廣告吧 接一些 所以算是模特兒是不是 對 算是 辦職業的吧 我也不曉得 那這個 網路上很紅啦 大家喜歡看 你看自己女的照片 就是這麼受到歡迎 對啊 那有一些會不會覺得害怕說 你女兒就 給網路上給大家看 其實我都還好 其實我兒子女兒 我都很尊重他們 那你會請你女兒這次選舉幫你忙嗎 也是尊重他 所以他現在還在忙他的啊 現在只剩下 幾天 三十幾天 他是有放假才有回家 就如同我兒子今天 昨天晚上說有假他回來頭份 他說今天跟我一起跑行程 你沒有請 因為其實他如果有來幫你 你到處去敗票什麼 或許會有人有幫助的喔 對不對 我都尊重他們啦 其實我說你們有空回來 或者願意回來一陣子幫忙 我都謝謝 如果忙也就算了 沒關係 所以說不定都在幫你拉票了 跟他朋友講說 投給我爸 拉票也不一定要回來 他要網路 他網路可以幫忙拉 對啊 OK好 網路無國界啊 那時候韓國瑜的韓兵也是 幫他拉到一些年輕人 確實有啦 我想你的女兒這個方面 在網路上面受歡迎的程度也是 非常的高 好另外就是 你剛剛提到這個中東景 那中東景因為 這次確實 大家都討論到他過去年輕的 所謂年少親王的那些紀錄 那他是你現在主要的對手 而且其實你在苗栗本來就跟他認識對不對 對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包含了這是黑的部分 因為金就是你昨天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適宜他的那個 資產的部分的話 對老朋友現在大家競爭 可能也必須把這些 可能比較不光彩的事情拿出來講 您的態度又是什麼 其實我們也一直不希望說負面選舉 總是 我常常說嘛 如果我落選 我會第一個打電話恭喜當選的人 我做得到 那當選的人 也要儘快把這個選舉的恩怨化解 撫平三口繼續往前走 這是我個人看 所以我一直不希望說 負面選舉 但是 有時候想想選舉 就是要贏 你不贏的話 而且 對手那麼明顯的 弱點給你打 你不打 那也是很奇怪啊 是不是打假球 人家也會懷疑啊 所以我說總統錦議長 我是始終認為啦 他 就當議長就好了 搞不清楚他自己大頭陣要跳出來選縣長 你要想想你自己過去啊 好即便你的過去都是年少輕狂 年輕時候 一時 一時失守 或是怎麼樣 可是現在呢 我說你現在你從事的行業 還是跟黑道扯不清啊 殺死業是一般的能做的行業嘛 殺死業很多權規則啊 黑白兩道都要吃得開呢 所以你還是跟黑道扯不清啊 所以我是個人覺得他很可惜啦 好好當他的議長 什麼事也沒有 你現在的選縣長 什麼都給挖出來啊 我就是要來問徐哥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是苗栗人 那這次我也訪問過總統錦嘛 我在想說 那他現在是兩屆的議員 還當議長對不對 對 那到底他在選舉 這兩屆議員的時候 他的剛剛所講的這些年少輕狂的 負面的這些訊息 苗栗人到底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喔 你只要民意代表 一般人都不會不會太care啦 所以選縣長跟當議長 當議員不一樣的 你要當行政首長 當然人家就要徹底檢驗你啊 所以我歡迎大家公開檢驗我啊 你都可以檢驗我啊 所以你意思是說他以前在當議員的時候 不是只有我們 在台北在哪裡不知道 苗栗人也不知道他年輕這些事情 90%以上都不然不知道 那你覺得現在這個事情出來之後會 對他來講是會重傷嗎 當然所以我說開高走地啊 一定是 苗栗人會想說那我就可能不要 苗栗人 苗栗鄉親 苗栗還是有一股忠道力量啊 怎麼會接受這種人當我們代表我們苗栗縣的首長呢 這幾年苗栗鄉親已經夠不準了 苗栗國苗栗國已經夠不準了 如果這個人當首長的話 頭都抬不起來了 苗栗能住人嗎 大家搬走了 徐哥你現在講這個是 你的想法還是你聽到 我個人的想法 有地方我感受到的聲音 聽到聲音也是這樣子啊 聽到聲音也是這樣子啊 苗栗的有一些鄉親是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接受啦 你那 軍公教的人 你打得下去嗎 那些婦女票 投得下去嗎 投得下去嗎 有時候 場的熱是熱 那只是 表面的熱 在真正要投票那一站啊 你投得下去嗎 以後你的小孩的縣長講是他頒給你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這是黑的部分 所以當民代當議長是OK的啦 甚至當立委我也都沒有意見 但是你要當首長 那行政首長那就不是這樣子囉 那大家都要考慮 徐哥講這個其實非常的清楚 真的就民眾可能在檢視上面就不一樣 你當民意代表跟你要當一線之長 一市之長的時候 大家對你的要求 標準就在那邊 就是這個部分叫 黑的部分 那確實 年輕的時候有這些紀錄 這是中東景他自己要去面對的 就像我第一次選政長就當選政長 為什麼 因為 我的個人條件比另外兩位 現任議員 都好啊 那我反過來問 徐哥我反過來問 那你也當了 頭份的政長跟市長 現在選縣長嘛 那個剛剛我們所 看到中東景所謂年少輕狂的私德部分 你自己有自信你界定期檢驗 我當然界定期檢驗啦 我 一則我自己家庭本來就是農家子弟出生 那我自己因為做農事很苦啊 你是農家子弟喔 對啊 我那個年代要幫忙 做農事是很苦的事情 就一邊唸書一早起床還要去幫忙 對啊 所以我們有疏導好唸 我們當然就拚命唸 唸書比較輕鬆啊 做農事是很苦的事情 像我三個哥哥 他們不是說 不會讀書餒 是因為 沒辦法太多事情 家要幫忙啊 對啊 所以已經有三個哥哥在務農了 你才有機會 抽身去認聖哥哥 幫忙家計也好 都是很辛苦的事情 我們看這樣 算是我讀書是最輕鬆的 那當然我就認真讀啊 所以你看在那個年代是 四個人考一個人上大學 我那個年代是 四個人 對 那說大學不是考了就有 現在是不敢幹嘛就 只要報考就是上了對不對 對啊 現在的年輕網友 我們當時考大學是很緊張的 怕上不了 那許個年紀都比我更大 所以 錄取率就25%啦 所以上大學 大學生大家都是比 哇大學生 我那個村裡面 第一個 老一輩的流日那些 老一輩不講啊 當然就 我那個年代 我的村裡面我第一個 考上大學 你是 私立大學 又是第一個 你是頭份什麼村 我後裝 後裝禮 你是後裝是不是 頭份後裝的學霸 沒有沒有 就那個年代 但你家裡幾個兄弟姊妹 我四個兄弟 還有兩個妹妹 四個兄弟然後兩個妹妹 甚至連兩個妹妹書也念得不錯 但是也是要幫忙啊 那你是因為上面三個哥哥以後 你才有辦法 高中畢業就上班 就家裡有辦法讓你去念書就對了啦 剛好也碰到我那時候 剛好從大家臉分家嘛 分下來我爸就有可能有個補償的心理嘛 三個兒子都沒有辦法好好念 也沒有那麼苦了 可以了 就讓你去念書 就拼命培養我啦 就是這樣 這個有吃過苦的人我都是很尊敬的 因為小時候對 也會珍惜 就比較珍惜現在的資源 現在的地位 現在的職位 也會認真去做啦 好 那前段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中東景被質疑黑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講金的部分啦 就是錢 昨天我有看到是您開記者會 對不對 是 那開記者會的時候 講到的就是這個 說中東景跟他的太太呢 有159筆的土地 然後建物18筆 存款1億1738萬 再加上呢 這個保險 有1億7千多 所以算一算大概就是有3億的 身價 那他昨天有補充一點喔 我講他講的也有道理就是說 你不要看我還有1億3千萬的債務 那靠到這些債務 當然也有大概就1億5左右的 的身價就對了啦 那相較於 中東景的這個破億身價 徐定征的那個存款 就徐哥您 是27萬啦 那大家又挑出來他也有說 27萬 對啊 其實 這個戰火是他挑起的嘛 本來我們也不想打 是他挑起 他在那個趙市長說 我存款只有27萬 認為我作假 再來就是說 又把你的事情有什麼 誰敢嫁給這種 只有存款27萬的傾家 我就有點火大啦 我也上火啦 我的27萬 我4月份接受徵召提名 對 也同時 可以開立 政治現金專戶 是 我的競選經費我已經投入到這個專戶裡面啦 當然 剩下家用的啊水電瓦斯要扣的啊 就留27萬在那邊嘛 留一筆錢可能30萬吧 現在 我在申報登記是8月底9月初申報啊 對 去登記 要參選啊 然後這邊申報嘛 所以你這三四個月也把一些存款投到選舉活動當中 對我 我等於是當初我在 接受徵召提名可以開政治現金專戶的時候 我的錢已經投到 專戶裡面去了嘛 因為一直要花錢啊 開始要花錢啊 所以就留最少的部分在家裡嘛 所以你不是故意要搞一個27萬給人家看就對了 不是啦 所以 而且這個政治現金專戶等選完之後又一樣要跟監察院來申報呢 對 申報好監察院接受了之後我們要把這個賬戶注銷掉呢 是這樣子的啊 我說綜藝長他怎麼會搞不清楚狀況呢 為什麼我就只有27萬要怎麼選舉 27萬我也不敢選啊 27萬怎麼選 那你當時是投多少到你的那個選舉 這個就 不說了啦 但是 那你等於是 等一下徐哥 所以你等於是先拿自己的錢出來選 當然喔 不然 不然我已經跑了 我已經跑了一年多啦 我的司機的薪水呢 我的小姐的薪水怎麼 我問一下徐哥 因為你2018選 縣長 那2020選立委嘛 所以過去這四年其實選了兩次 都要花錢 當然啦 那這四年當中你也沒有 特別那你這兩這等於都在花錢耶 所以啊所以我就一直說 如果說有人願意下來選我服選就不要我選嘛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 你們有誰可以下來選OK的人選 不要說我能接受而已喔 還有我們後面的苗栗的這些支持者 綠營大家也普遍認為沒有問題 這個人選可以 大家一起來 服選 那如果這一次 能選上真的很好就當苗栗縣長嘛 如果還是 就不幸沒選上的話 我回去幹老航 你還要再選嗎 不要選了啦 不要選了是不是 我說我自己是地震事啊 我又是估價師啊 你以前年輕的時候你是有 你是地震事喔 我 不是啊我本來是在地震事務所幹公務員 那時候是我兒子他媽媽又生病了 我就 辭職出來 就開業地震事 地震事我考上估價師 估價師又在台北掛牌呢 跟中華資產鑑定股 股票 所以我那時候地震事跟估價師 我一年收入兩三百萬 我當然正常反而剩下百 一百萬左右 一百來萬 對半砍 對啊 錢購用 從政反而沒有辦法賺什麼錢 對啦 錢購用就好啦 我們也不是說 反正我們也生活簡單啊 小孩子也都大啦 所以OK啦 那你講這個我就順便問一下 當然這就是 有時候就是說 有時候想想要怎麼講 我說我念新竹中學的時候 跑去外面找檔外雜誌啦 因為那時候發生中立事件嘛 是 你是因為中立事件之後 中立事件那時候後來又美麗島事件 就一連串黨外時代風起雲湧的年代嘛 那時候看黨外之後看著就中毒啦 就支持我們黨外啦 內心一股熱血對不對 對 徐哥大嫂他同意你走政治嗎 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 我把它Cue出來 因為你這樣子 你如果不從政 你其實可以賺更多錢 然後你最近這幾年也為了要選這個 縣長選立 應該這麼假 也就持續在花錢對不對 之前的就不說了啦 我是因為我選上政長之後 2010年當政長 2010年年底 小英跟朱立倫選新北市長選輸 然後小英全國學習治理 到了頭份的時候我去接待小英 我就這樣跟小英結緣 結緣然後 那那個時候你不是無黨籍嗎 無黨籍啊 那你為什麼有去接他 還是說 因為我就是偏向支持黨外政 後來到民進黨啊 那他是他指定要 跟您見面還是什麼 沒有我主動去接他 所以你們的緣起是這樣 對對對 你給他鼓勵就對了是不是 因為他 對我就是給他鼓勵啊 對對對 就這樣跟小英結緣嘛 那時候18鄉政長 所以你跟蔡總統已經熟識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所以2012年小英選總統 跟馬總統選總統的時候 對 我是每一個鄉政長一通一通電話去打 沒有一個鄉政長敢站出來挺他 就只有我幫小英站台 我跟小英是這樣結緣曲的 所以 就是 要怎麼講 我們客家話講 有一句話講 後私人有的親事啊 就是說 應該怎麼講 好死患的人就拼命用啦 那牛啊 比較好死患的就 拼命死患 我當然這樣講也不對啦 就是說 所以他們很看得起我啊 2018 我無黨的呢 來家裡 選對會來家裡跟我講說是不是可以 代表民進黨來選 然後來達成條件就是說我用無黨的嘛 我參選嘛 因為你也開了11萬多啊 因為在苗栗掛民進黨那個時代 在苗栗 我要選我就要選贏啊 你用民進黨我一定輸啊 你剛剛講說你從2010年就這樣挺小英 我相信你們很多民進黨知者聽完以後 更堅定要把票投給你 那蔡總統還要來幫你站台啊 對啊 還有三十幾天啊 等會卡 蔡總統到我家已經來了 可能不下十趟了吧 這樣子喔 這十賴念 好你講到你跟蔡總統有約人了 我現在cue一下 今天啦 我們現在錄影之後還沒發生 等一下馬上要發生的就是 現在柯文長看起來好像啦 因為其實我說實在如果真的要避開也不是不行 我今天正好很忙 就他跟中東景要同台 那這個事情你覺得 民眾黨或是說柯P在苗栗有沒有影響力 你覺得會不會影響你的選舉 我個人認為啦 選舉要 政治要有格調 做人要有格調 政治也要有格調啦 你還是要有價值 還是要有中心思想 所以我不瞞你說嘛 我就是希望 台灣就是 要走向獨立啊 不然我們台灣危險啊 要正名自憲啊 終究我認為是要走向 即便是中國民主化的 也未必要跟他統一啊 也未必要統一啊 我說現在要你要說服這些藍營的人都已經很難說服了 以後要說服那些小粉紅要怎麼說服 那乾脆各自分家各自走各自的就好了 那所以我認為他們是沒有 沒有核心價值沒有理念的人 只是為了利益 為了當選 所以嘛我講白了就是黑白配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柯P是我上 上我兩屆的學長呢 新竹中學啦 兩屆三屆的學長呢 李遠哲也是我們都是新竹中學的啊 包括張校園也都是吧 張校園張校執大養兄弟也是 因為民眾黨在苗栗 新竹中學出了很多怪咖 有很多人才啦 你也是新竹中學 不敢不敢 但我是說 柯文哲對苗栗的選情 你評估會有什麼影響嗎 我不認為影響 他們民眾黨內也有反對的 他有10% 對啊 對啊 他們上次的不分區好像拿了10% 拿了一成 那可是 你說不分區立委說他在苗栗也拿了10% 對 他的實力感在那邊啦 不過我是認為啦 實力 不是實力啦 實力也好啦 民眾黨也好 我的實力不是時代力量 我的意思是說 他在苗栗也能夠達到一些票 時代力量跟民眾黨 我看慢慢也都是 偏離了他們的 他們的路線 甚至國民黨我都認為應該要好好辯論路線 是 今天跟徐哥談到這個 我發現說你對這個政治的看法是很明確的 這樣很好 就是說我們給民眾來選 那跟你講清楚我的想法跟做法是什麼 那現在您成為這個苗栗縣的現場參選人 也有可能會當選 現在目前看起來你跟中東景是兩強 而且你認為你可以開到 12萬票以上升到15萬票 那一旦如果您真的當選了苗栗縣的縣長的時候 苗栗縣的縣民就講說 那我們這個學定征當縣長以後 我們苗栗變怎麼樣呢 那你這邊提了幾個政治人文請你來跟 網友們簡單說明好不好 譬如說像這個青年三好 夢想成真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政見 我一直希望說讓青年回流 所以我提出青年三好 讓他們 就業很方便 無非就是 招商引資 盤點這些 園區 或是 科學園區的擴編 有好的工作機會就對了 苗栗不會沒有工作機會 可能不是他們要的工作 那跑去新竹 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解決 讓大的企業為什麼代表力 其實也不會 你像現在我們竹戰機率有台積電喔 台積電 竹南有 竹南有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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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慢慢的 我們園區 我也去拜訪過園區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局長 王局長 他也說 都滿啦 都滿啦 如果說現在 現在排隊還很多嘛 都滿了什麼意思 廠商要地啊 要用地工業用地 所以你要再 在拓展那個 園區是不是 對對對 這就是你如果當市長你要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是在既有的地方 廠區擴 擴建嗎還是怎麼樣 竹南基地可以再往 麒麟的方向擴邊 我們希望厚隆 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很理想的地方 可以的話 不一定是科學園區 也許是 工業區也說不定 就是廠商很多這種 工業土地的需求嘛 行影大企業跟廠商買苗栗 對 那苗栗就增加工作機會 工作機會 也可以增加 那大家年輕人就可以選擇 回到苗栗的區 就可以回鄉啦 就可以返鄉嘛 OK 那教育的部分也是 我也了解到 苗栗好像沒有那種 全國知名的大專院校 聯合大學 一所國立的 聯合大學 對那就是 大家可能就跑去新竹 念清大交大 或者說到台北去 到台南去 那 這怎麼辦 這可能也不是一個 縣長可以做決定的 對不對 那當然 其實我倒覺得 聚職教育要趕快的 把它還是要 回復原來的 甚至拉起來 以 我們升學主義的 我這個年代是填鴨式教育 我受害最多啊 就是 升學主義這種迷思 就是要打破 你講說背三明主義 背黑龍江 對 一技再生 比這些學歷要好太多了 受用多了 今天學哥講這個我認同 除了社會你才知道啊 有時候 也不能說學歷無用論啦 而是 學歷非萬能 不是萬能 不是萬能 有一些可能他沒有很愛去背那些 其實說實在剛剛徐哥一講 我就想到我們那個年代還要考三明主義 對啊對啊 尤其是對我們真的入到職場之後 不實用 但是你考試很重要啊 對啊 那如果你真的不愛念書的人 你可以去學醫技術場 你可以去坐車床啊 你可以板模啦 你可以什麼甚至木匠水電 這個我們各行各業 職業就分貴賤 每個都需要的嘛 你說技職教育要拉強 所以包含家長 家長都要 觀念都要改變 好那因為苗栗 我們知道這個人口老化的狀況嚴重 所以這個就是 我看到你有講說保證發重陽敬老金是2000塊 那我昨天訪問 總統檢查他好像他是講3000的 他是三節啦 他是三節 他是三節 憲扶2000啦 鄉鎮工作 鄉鎮工作配合1000 對就是憲政服務2000 鄉鎮自己服務1000 那你的也是憲扶給2000是不是 我的是全部憲扶 全部憲扶 那如果鄉鎮工作要自己服務1000 也等於是一樣 所以你們的其實是一樣的 縣市跟鄉鎮是夥伴關係 財政是獨立的 他們像我當市長 我的稅收 不管是我自己的地方 該分配給我的稅收 包含中央的統統分配員給我的稅收 我的財政是自己獨立的 苗栗縣市苗栗縣政府在負債 其他鄉鎮應該這麼說大概百分之 70以上財政都很OK 頭份呢 頭份是最好的啊 因為頭份的市長 我接政長的時候 我接政長負債6000多萬啊 兩任完了 還完債務 我結約3億多給 給現在的羅市長 從負債6000萬變結約3億 在你當政長市長這8年 對啊 真的喔 對啊 我一年的預算也不過不到5億 那你怎麼做到的 從虧錢到賺錢 其實你只要認真做 你只要不要一直想要賺錢 就可以做得到啦 編的預算絕對夠啦 我第一年我亂了之後我就認為說 我每年大概我自己預估 每年大概有3到5000萬 的結餘款 因為我本身也念商的嘛 雖然不專但是樣樣通啊我都懂啊 那為什麼 因為 你有標語款啊 你譬如說你現在是1000萬的工程 那我訂本八折啊 大家是往下搶標啊 價格訂了越低的拿去啊 那你的 當初的編的預算是1000萬 那表示你有這個稅收嘛 你才敢說變1000萬嘛 那就省200萬啦 你剛剛講喔 光是你頭份 政長跟市長8年 從負債6000萬變成結餘3億 這代表說你的能力了 這點其實就是實在的 那當然這個 只剩30幾天了啦 剛剛我們也分析了各樣啊 板塊啦 蔡總統啊 還有你的對手的這些負面訊息等等 最後給你一分鐘 好不好 就跟所有這個苗栗的 在看我們節目的 觀眾朋友 或許他以前 也沒有那麼熟悉 聽完我們這集以後 可能就覺得更了解你了 跟他們講講 為什麼要把票投給 徐定真來當苗栗的縣長 好啊 我想說我個人來說 我算是很正派的人啦 會投入 選舉 不管政長也好 縣長也好 我們無非就是希望能夠改變苗栗啦 苗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不能讓這些派系把持 所以我說我有三個告別 我要告別黑金政治 要告別派系 要告別 財政的 財政的黑洞 要告別黑金政治 要告別派系政治 我們新時代的人 慢慢的把那些派系 真的要送到垃圾堆 送到垃圾堆去 希望能夠藉著我的 當選 執政給大家看 能夠翻轉苗栗 把苗栗人的尊嚴找回來 光榮感找回來 不要那麼丟臉的 我們苗栗人已經 受夠了 真的是受夠了 當然我是過度人物 這也是最後一戰的 能夠當選 我希望趕快年輕人能夠 上來接班 很多優秀年輕人我都知道 包括孫國磷 律師也是很優秀 議員也是很優秀 我只是說我把自己定位 為過度人物 我們希望 我 當了選場之後 我交的棒子是很OK的人選 慢慢的把苗栗 把它扭轉過來 不要是再丟臉下去了 好 非常謝謝這個 徐定征現場參選 徐哥今天來 謝謝 也祝你這個 選舉過程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 下班聊聊 我們下次再聊了 拜拜 拜拜 拜拜